川哥刚才说 说你真男人给你点赞 梳大拇指 对 你就露出这样的表情 特别骄傲 自豪 你觉得真正的男人 应该是什么样的呀 真正的男人 世界上有成就 对老婆 疼老婆 爱老婆 对父母 孝贤父母 说得真好 但是呢 你却没有做到 如果你真男人 你真的觉得自己 我应该爷们一点的时候 不是要在乎这些房子 到底怎么办 这房子是你们家的名字 我就不租 我也不付钱买 我怎么都不行 就反正只要是 写着你们家名字的房子 跟我就一点关系都不能有 这是外在的形式 可是你想过 这背后他的伤心吗 他帮你规划了种种的方式 为了让你有面子 为了照顾你的自尊心 可是你一通电话 扔下父母就转身走了 你说你没掉脸子 可是在他的爸爸妈妈看来 该多伤心啊 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 然后我们想着方法 讨未来女婿开心 想着方法照顾她的面子 她的理子 最后换来的是 这样的不理解 他们其实是为了 让你做一个周转 给你腾出更多的时间 让你为你们两个人 未来的生活去打算 可是你连所有的方式 都拒之门外 你有真的心疼过她吗 你爱她吗 你考虑过她的处境吗 而且真男人 不会在自己未婚妻 住院15天忙于工作 因为她把你拉黑了 她把你拉黑 你得多着急呀 妈呀 我媳妇找不到了 她去哪儿 她干嘛 这不是应该第一时间 冲到他们家 她怎么了 不管你在单位什么样 最重要的一点 找自己的爱人 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你得多大心大呀 你爱她的这颗心 到底有多重 你有没有把它放在 你的心尖上 然后女生我想说一点 恩爱是什么 恩爱就是好好吵架 这是你身上的 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句话噎死人 有点吧 对 我们暂且放下 她所有的个人身上的 问题不说 我们说一对情侣 逐渐出现问题 一定是相互的 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有的时候 可能确实 我理解你的委屈 也理解你的这样的立场 两边为难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要想 如果你真的想要 跟她往下走的话 也要照顾一下 她的感受 如果吵架 不能好好吵的话 一直是在发泄情绪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还没说两句 这个问题的本质 你就直接几句话 把它顶回去了 根本不知道 她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如果你可以试着 不用那样的 非常激烈的语言 去刺激她 了解一下 她的原生家庭的成长环境 就可能理解她 为什么这么执拗 这么在于这个房子 到底是谁的 为什么不接受 你给她提供的一切的方式 你可能就能理解 这个问题可能 根上就解决了 而不是两个人一直 你用这样的激烈的语言 方式去刺激她 然后她 她是个闷糊润 她说不过你 但是她是个 主意非常正的男人 我说不过你 但是我心里就这么想的 你也掰不过来 我这个想法 所以面对结婚这个问题 慎重是对的 考虑清楚是对的 适不适合往下走 我觉得需要两个人 好好再考虑一下 谢谢 好 谢谢萧老师 来 张老师 张老师 我就试着在想 我当年在恋爱的时候 我重病住院的时候 两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